当老师叫人传这些被罚贵的兄弟们进来的时候 十四看了看我怀表 刚刚好一个时辰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弄得十四挺疑惑的 伸长脖子朝老师那边望 没看到老师看怀表啊 放下十四的疑惑不提 老师将这帮兄弟和侄儿的代表叫了进来 也没有放过人家 劈头盖脸的一顿狂讯 就连他最喜欢的洪正也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可想而知 其他人遭到的火力攻击会有多猛啊 骂完了之后 大伙以为要过年了呢 也许此事就这么算了 老师骂的也太狠了一些 毕竟孩子们也没倒过什么大事出来 不就是传了两句留言吗 不想老师竟然将大家的过年奖金给全都发光了 要知道 过年的钱可不少 好吧 发了老子的钱 那儿子大概也就被勒令闭门读书了 不想 老师竟然宣布 所有涉案人员 管他身上有没有爵位呢 全部一路到底 发配到边远的地区当兵去 地区的确很边远 全是西北东北和正北方向的流放地带 兵也是名副其实的小兵 每个人全都起了个假名 混入八旗兵丁侧 年前就开拔 老师还放话了 谁家敢去部队打招呼 谁敢偷偷的叫人给这帮小子烧带银子 谁叫的老子也这般当兵去 儿子还换不回来 负责两个一起 为大清的边防建设 默默地做着贡献 宗室子弟都希望能去部队 但是人家希望是杜杜金 为日后奔前程打下点基础 谁乐意去真的当小兵啊 还得改名换姓的 从士兵往上混 那得混多久 才能被提拔为一个小头目啊 于是 老师这边热血的侄儿 全都傻眼了 以前没有见过这么罚人的 皇上能不能别这么别出心裁呀 依旧照例行不行 打板子 关禁币都成 就算是处罚不能改 用真姓名行不 不过 红西并没有受到如此残酷的惩罚 废太子家被罚的并不是红西 而是红西的弟弟 红西作为代家长 只是被罚了柜 罚了银子 挨了几句骂而已 但是 当八个搬家后的第二天 老师的旨意就下来了 八个带着红旺 去给梁妃守领去 即刻启程 其木格得知之后 特意地问老师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对八哥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了 毕竟如今八哥 也蹦得不起来了 难道政治斗争中 失败者 注定要被赶尽杀绝吗 那四二个呢 为什么要放过四二个 老师没做解释 只是说 其实也是为了他好 其木格还能怎么的 虽然不大理解 但还是叫人给八福晋 烧了口信 说老师本意 就是为了八哥好 叫八嫂 别做深度的解读 其木格能安抚八福晋 却没有法 一一安抚中轴里 只能冲着老师嘀咕着 年夜饭 还不知道怎么闹他呢 老师倒不在意 以前大过年的 花麻吼玩 乏玩 也不会动真格的 今年他们小闹 怕是得好好地 掂量掂量 自古以来 只有对爹娘 撒泼淘好处的 几时见过 冲着兄弟 饭魂能得到好处的 是啊 老爹在位和兄弟登基 完全都是两个概念 康熙的这帮逆子们 如今呢 怕是后悔 当初那么的闹腾了吧 不是他们闹腾的厉害 康熙怎么会善位呢 于是 齐木格稍稍地放心了 转而关心 洪生和洪利 在马六甲 是否能过个好年 不想 齐木格放下了心 康熙那边 却甩了脸子 也是 大伙儿 也许不好 冲着老师开跑 但是没准会拿话 慎康熙 再说了 大过年的 一下子少了那么多人 康熙的心里 也不痛快 关键是 老师这么做 并没有事先 请示康熙 康熙觉得 自己被藐视了 很生气 所以 十四又被踢出了 唱春元 洪轩更是连 康熙的人影 都没有见着 而老师 又被洪生和洪利 给那个 所谓的教训了一番 几头都不顺 晚上 回到了楚秀宫 冲着齐木格 开炮了 齐木格 接过洪生和洪利的信 看了看之后 又从老师的嚷嚷中 整理了一些信息 然后便等老师 慢慢地发泄 等老师发泄得差不多了 齐木格才慢悠悠地说着 爷 你发什么脾气啊 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都不懂啊 难道 正如两个孩子说的 你有些忘形了吗 对于政策上的事 齐木格 没那能耐 去评判谁对谁错 虽然知道 西方殖民者的残酷行径 是成功的 但是 己所不欲务实于人 自己从不想看 那百年屈辱史 那么 又何苦 去别人的地盘上 屈辱人呢 而且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 齐木格对唐朝 那叫一个仰慕啊 因此 更希望老师 能够效法一下 唐朝的祖先 可是 到底哪个法子好 齐木格还真的不知道 若齐木格 能头头是道地 分析出两者的利弊啊 那他就不是齐木格 而是武则天了 不过 齐木格 可是老师的糟糠 对政策方向 搞不明白 但是 对老师的秉性 可是摸了个 七七八八的 老师 性子急 好冲动 胆子大 能走直路 绝对不会走弯路的 以前有康熙压着 加上运气好 倒是没有造成什么 无法挽回的损失 但是 这段时间 康熙基本上是放手了 老师的建议 康熙要么就是听都不听 要么就是听后都点头 所以老师心中 那根弦啊 便是放松了 开始不怎么顾忌 各方的感受了 这次 如此处分 一帮兄弟和侄儿 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齐木格认为 是时候 给老师提提醒了 免得老师真的习惯了 万事由着性子来 那日后 想纠正 可就难了 因此 虽然老师听了 齐木格的开头话 脸色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好了 但是齐木格 还是继续地说了下去 爷 随阳帝 你觉得怎么样 老师火了 你觉得爷像随阳帝 齐木格摇了摇头 不是的 我只是觉得随阳帝 其实挺有能耐的 有远见的人 齐木格 要爷给你请个先生不 先生们只知道老圣常谈 还不如我自己悟呢 其实啊 对于随阳帝的看法 齐木格也是偶然在网上看过的 他真的没有能耐 自己悟 齐木格看着老师说道 别的不说 就拿修运河来说 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但是为什么 他的下场是那么的惨呢 不就是太着急了吗 本来该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事 他非要马上地见到成效 谁能够承受得起啊 爷没他急 老师顿了顿说着 齐木格伸出手 捏着老师的两颊 哦 让我看看 嘿 让我看看 你说这话的时候 脸红没 老师抓住了 齐木格的两只手 解放出自己的脸 叹气道 有的时候 不急不行啊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有的时候 一劲猛药 反而会害死人的 你也觉得 在南洋不该这么干吗 这个我不知道 摸着石头过河吧 慢慢地探索呗 方法错了不要紧 只要别一搓到底就行 反正也祸害不到 咱们大清子民的头上 齐木格自私的本性 一下地暴露无遗 不过 你对你的这些兄弟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一些了 爷 花马如今还在呢 你这么做 让他怎么想 大道理我不会说 我只是觉得 此事你做得不大好 说到这儿 齐木格看着手里的信 读道 智其千余多爱 福利福徒 浩大喜功 勤兵于远 此中庸主之 所常为 红身红利 这个句子写得好 等他们回来 我再叫他们 也就经理的事情 写两句经典的话出来 爷 届时你拿出来当作有名吧 没准啊 还能成为一个美坛呢 老实很无语 那句话是新唐书 太宗记载里的 齐木格只能面上善善的 但是心里也是很愤愤然的 老实也真是的 当个文盲都不称职啊 唱春园里 闹别扭的康熙 终于见到了老实 当然老实这次耍了点小聪明 不是说过年了吗 他有重要的十万伙计的紧急情况回报 康熙一见老实 就将手伸了出来 折子拿来 没折子 老实喜笑地说着 本来猜测到老实 大概是在说谎的康熙 虽然认为老实在撒谎 但是康熙也就借着这个梯子下了 不能真的不回宫过年不是 当即就扔了一本书 砸向了老实 吼道滚 老实笑呵呵地说道 花嘛 要说有事吧 还真有 本来儿子是想等过完年 再和您说的 总得让您过个好年不是 康熙冷恒了一声 哼 真怎么就瞧着 你巴不得 朕这个年过得憋屈一点呢 老实急忙地喊冤 说憋屈的 可是自己啊 自己为了不让康熙担忧 才忍着没说的 如今竟然被误会了 那可真的是冤枉死人了 康熙冷冷地 指了指屋子里的一个柱子 去撞吧 朕不拉你 老实憨笑道 儿子才不学十四弟 那么没出息呢 康熙冷冷地 看了老实一眼 扭过了头 没有搭理他 老实只好正式地说道 花嘛 儿子此番 如此处置众兄弟和侄儿 实乃事出有因 儿子怕花嘛生气 让池子里的鱼遭了殃 所以才一直没和您说的 康熙不置可否地 嗡了一声 老实清了清嗓子 呃 郑家庄那边有异动 洪熙自小就跟在你的身边 儿子怕您着急 所以忍着没说 此番处置 也是想给洪熙一个机会 我将跟在他身边 起哄的人都调出了惊 他若是聪明一些的话 知道折腾不出什么来 就此放手也就罢了 若是他还是鬼迷心巧 儿子也不会手软 那些侄儿们也为是应该拉出去历练历练了 欲不拙不成器 与其让他们在京里无声是非 倒不如让他们出去溜溜 看看到底是骡子还是马 儿子若真的要收拾他们 有的是法子 何苦非要让他们去军营呢 至于八哥 如今就算他不折腾 也总会有人去拉他下水 还不如到梁飞娘娘临前 收几年的笑呢 康熙眯起了眼睛 怎么个一动法啊 这些日子 康熙专心地在研究洋人之间的 错综复杂的关系 没怎么给暗卫布置任务 所以 对于郑家庄的一动 康熙还真的不怎么清楚 只知道谣言是煽动起来的如此 老师说道 红熙在暗地里也没少网络人 最近还派了好几波的人 悄悄去了江南 老师可没那么无聊 会单单地为了针对 红轩的留言如此的发作 的确不得不发作呀 康熙沉吟了片刻 还有呢 红熙貌似在打大炮的主意 不过叙事银子不够花 所以只派人和洋人接触 没什么瞎问 没打西上火器赢的主意吗 自然是打了 否则我怎么会知道 他和洋人接触的 是为了打炮呢 就红熙的此番举措 老师完全可以不动声色的 放长线钓大鱼 届时等事情闹大发了 不用老师发话 康熙也会下令 将洪熙以及一干从范孙子 全都给圈起来 因此 老师如今出手 倒是真的给大家留了一条活路 见康熙不作声 老师嘲讽地笑道 慌吗 若二哥心生不愤 儿子倒还是能理解一二的 洪熙跳这么高 为是让人想不明白 康熙想了想 洪熙交给我了 至于你二哥吗 他应该真的是吸了那个心子的 见老师扬眉不信 康熙说道 洪熙派人去江南 真猜啊 应该是去提银子了 不过 凭证都被你那个贤惠的皇后 给砸烂了 他提不出来的 没银子 他能成什么事啊 老师奇怪地说道 什么凭证 秦木格砸了什么呀 康熙瞪了老师一眼 你二哥 不是给了洪轩一块玉佩吗 不是被你媳妇给砸烂了吗 老师彻底地震惊了 实在是没想到 废太子会将这么重要的玉佩 给洪轩呢 老师觉得 自己应该和这个二哥 好好地谈谈了 听了老师的这番解释 康熙的心情的确好了许多 虽然洪熙让人心烦 但是至少老师没让康熙失望啊 但是康熙还是没好气的 来了一句 你就不能等过完了年再发作呀 那不就我一个人过不好年了吗 多亏呀 这一句话 康熙简直不想搭理老师了 挑这么个孩子气的人当皇帝 自己真是瞎了眼 当即摆手让老师赶紧地滚 老师舔着脸问康熙 回宫的时间是不是该定下来 打你二十九回宫 老师笑着问道 是不是可以稍微提前一些呢 天天看着你 真怕给欧的吃不下饭 老师无奈了 只好依了康熙 转而给康熙汇报 南洋获胜的消息 康熙倒没有什么异常的欣喜 只是提醒道 提防着洋人 包成团 说到洋人 老师便多说了两句 九哥在心中说 英国人此次竟然跳得最厉害 英国人 不管他的事啊 康熙喃喃地说着 老师说 是啊 他在南洋也没有占地 但是反而就是他跳得最厉害 康熙想了想 嗯 查到英国人的底细没 哦 九哥正在查 详细的不清楚 只知道英国人占了天主的地盘 康熙把玩了一下 大拇指上的绿斑指 方才开口 本来老师以为 康熙会有什么指示的 谁知道 康熙却叫老师 将书架上的第一层的地图 拿下来 老师依照康熙的指示 拿了地图 放在了桌上打开 笑道 黄阿玛 这图词绘的 可比儿子的好多了 儿子要照苗一份拿走 这地图可是康熙在唱春园 和传教士们一起绘制的 自然比老师的养心电影好多了 不过 如果齐母阁在的话 肯定会失效的 虽然欧洲各国已经标识了出来 美洲大陆所处的位置 也画了个圈 但是 这个世界地图 还是不怎么对 因为南亚 中东 非洲那些轮廓 完全都是乱的 不过 康熙却指着这个 轮廓不怎么对的 世界地图说道 西藏 过去是天主 盯挤英国人 当陆地大国的君主 当惯了 康熙对 陆地边界的 临界面的威胁 管他是不是潜在的 很是敏感 老师看了看地图 指着大清的边界 南安 仙罗国 离吕宋很近 但缅甸在南洋 却没有见过 可天主的另一边 又是海 难道缅甸 是给围在了中间的 大伙儿便向老师无知 他能知道 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好歹是睁开了双眼 再提问题 康熙站在地图的那边 瞅了一会儿 洋人的叫法 和咱们不一样 所以图马 肯定会不怎么提起 这样 叫洪参派人 沿着马六甲海峡 朝前走 将沿途的情况 谈清楚了 尤其是天主的情况 对了 当年那个福寿高 是哪国洋人倒腾的 去查查 是不是英国人 还有 看看天主 哪边是不是也在卖呢 老师扎了一声 应下了 又说道 慌吗 马六甲海峡 已经打下来了 休整个两个月 差不多就可以启程了 一过完年 我们就叫洪正出发 您若是有什么提醒他的 就这两天召见他吧 康熙想了想 真知道了 对了 总是有多少人去啊 三个人报名 但是只能两个人去 儿子要准了压朗 装情网没准 能水盐咬心电呢 康熙沉吟了片刻 人少 其实有人少的好处 你就别折腾了